說到今天是李偉華先發 可能大家還蠻訝異 原因是因為同一世代對象的羊頭 好像身體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要讓本土投手來承擔了先發的責任 雖然說狀況有點突然 不過實力在應該是不用怕 那之前也像嘟嘟潘艾倫 受傷就換潘俊宏 結果潘俊宏反而投出了一片天 接下來就看李偉華 能不能夠抓住這個機會 看到三軍下半 雖然說被陳志偉打出一扎安打 不過接下來是解決掉葉俊章 目前是 一人出局一個人包上有人跑著 如果打短一點的話一定是安打 看到李偉華前兩局沒有掉任何分數 表現算不錯 不過接下來面對的是火哥張建民 前一次才打出安打 不過這一次一連放上滾氣球 高雲星只要先穿 先踩尾包再傳向二壘 演出一支精采的逆雙殺 其實這一球蠻大膽的高雲星 先演得踩尾包再往二壘傳 真的是又快又準 其實李偉華先前 有一次5月21號中繼對象 可能大家印象還蠻深刻 他當時中繼三局投出7張老K 狀況非常好 對 他很可惜 其他比百分數有連續5張老K的 但是今天第一個打擊就被喬出了一支安打 所以也終止了連續5K的紀錄 大家看到視局上半 另外一個精采的表演 就是維納斯跳起來演出一個nice play 輪到達者是阿羅陳令宏的打擊 中海方向的平飛球又11支安打 哇 陳令宏最近狀況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對 他從5月21號開始 已經連續6場比賽有安打 而且是連續14場都上了 不過當然大家更期待的是他開轟 現在距離白轟只剩下一支了 對 就看今天有沒有機會能夠打出他的第100支拳打 二人幫滾地球傳向一壘遭到了刺殺 很可惜這位洪醫師隊 這一局沒有分數的進障 目前兩隊還是要相當緊 0比0 來看五局上半 這個時候比賽出現一點狀況 投球高速剛 投球高速剛打出了投球前的滾地球 結果五投手第一時間沒有接到 不過趕快撿起來傳向一壘還是來得及 不過這個時候投手林克千好像出一點狀況 手臂打傷了 最後教練團決定了讓他下場休息 對 其實今天林克千表現非常出色 4點1局只被敲出兩支 按打然後還送出兩次 三陣沒有掉分 不過很可惜被打到手只好下場了 對 幾乎一個是相當完美的投球 沒有掉任何的分數 不過接下來要看沈玉潔能夠幫助球隊守住勝利了 二壘放上滾地球 接到球之後傳向一壘遭到的刺殺 那沈玉潔雖然說0為壽命 沒有熱身多久上來投 但是還投得還算不錯 來看五局下半 這時候形成了左投大對決 越花被敲出了一隻左崖方向的安打 這時候跑者來到了二壘 牛隊在五局下半有一個很好的攻勢 每人出局攻佔上一二壘 阿朗正照航敲出了一隻左崖方向的安打 輪到是中心打線 威納斯由敵方向滾地球 第一時間沒有掌握住 就要再來也來不及啦 這個就是控油好的 阿朗正運其實相當好 來到一壘 敲出了一隻蠻壘 現在目前是贊成了蠻壘 輪到打者是陳志偉的打擊 只要打出去就有機會啦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獲得四塊球保送 李偉華在這邊是投資了一個四塊球 讓三壘跑著輕輕鬆鬆 回到本壘搶下了分數 那因為掉了這一分 結果李偉華他的連續局數無失分 就終止在棄局了 但其他間被打安打 雖然是蠻少的可惜 就是出現了四塊球 來看到這個時候精采的守備 三壘手握到球之後 傳向一壘漂亮的守備 卡斯提這一球傳的是又快又準 而且判斷是相當的果決 直接決定選擇傳向本壘 幫助李偉華守住了一分 接下來看到打者是火哥張建民的打擊 三壘方向的高飛球 又要考驗卡斯提了 相當的高等了很久 將他給接他出群 兩根出群 連續兩個打者都被卡斯提給解決掉了 李偉華也才掉一分而已 滿內的情況目前還是有十分危機 現在就要看打者是曾華偉 曾華偉今天的球技的打擊 是有點低了 剩下一成六七了 五局方的滾球 只要求球之後傳向二壘 遭到了刺殺 統一四歲 這一局雖然是守得很精采 每年出局被攻在滿壘只掉了一分 到最後只有獲得保送回來得到一分 五局打完了 比賽進行到七局上半 統一四歲前六局沒有任何的分數進場 不過在第七局展開了攻勢 阿羅陳令鴻轉海方向的高飛球 雖然沒有達成百轟 但是也利用這個機會 來到了二壘 陳令鴻敲出一支二壘安打 而且這次他代表的是追平分 只要一支安打 就可以把他給打回來了 這時候揚聲選擇 敵人頭頂位置還不錯 交周傳向三壘 Safe 相當的大膽決定選擇傳向三壘 揚聲利用這個機會來到了一壘 每人出去攻佔上了一三壘 陳令鴻敲遇到了十分的危機 輪到打者 最近這個人是有夠厲害 高中的打擊又來方向的安打 而且他要利用這個機會 來到二壘了高之鋼 又敲出了二壘安打 那這次他連續七場比賽都敲出了打點 五月份的二壘安打已經累積到了十三支了 已經把這幾乎是越推越點了 不過這時候打者郭俊又遭到了三陣 相當可惜沒有能夠繼續把分數往前推 輪到打者 中外方向的安打落地 而且三壘跑者跟二壘的跑者 都要利用這個機會來闖回本壘 不過二壘跑者是停留在壘包上沒有回來 統一師隊靠這次安打已經超前反應2比1領先 輪到打者是黃甘一打擊 二壘方向的滾進球 接到之後傳向一壘遭到刺殺 不過三壘跑者利用這個機會回到本壘搶下了分數 黃甘這球打算是蠻巧妙的 同一師隊七局上半 目前以三比領先的牛隊 七局下半這次投手換上了林振鋒 這個時候思靡可能有點擔心了 對 因為其實林振鋒先前兩場比賽 包括對上修立翔的時候後援中繼狀況都非常不好 包括5月22號對修立翔後援一局 就被敲出了四支安打 那麼5月24號面對修立翔中繼 1.1局被敲出了四支安打 當中有三支是紅不讓 不過今天看起來還不錯 至少前兩個打者都已經順利的解決 輪到打者這時候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才剛講投得好 不過馬上就被敲出了一支安打 陳志偉利用這個機會來到了二壘 哇 牛隊在七局下半 又有一個不錯的攻勢 不過這時候決定要往三壘闖 哇 這球算跑得相當的漂亮 不過幾乎上給他一支二壘安打 以及左岸手一個接球的15 然後給一個左岸的 牛隊來到得點圈 輪到打者是葉俊章的打擊 這一球打高了 面臨上方的高飛球 三個人都追了過去 最後要交用古文的高國慶 將他給解壓出去 牛隊這局很可惜沒有分數的進帳 目前還是以1比3 落後給對手2分 他與下半折頭換上高健三 輪到打者是正大荒的打擊 這一球打得滿紮實 抓到一方向的高飛球 抓到一手退了三大步 楊宗賢將他給解壓出局 兩根出局 哇 牛隊的基本 已經很久沒有得分了 輪到打者是林宜泉的打擊 四哥男轉來方向的高飛球 也遭到了JXR 林宜泉今天的打擊就三成九八 是跌出了四哥男的行列 接下來九局下半 來看到牛隊有沒有機會反攻呢 這時候一雷有跑者 輪到打者是阿拜謝家賢 結果遭到了三陣出局 還蠻可惜的 最後頭的換上是曾義成 目前是中繼點第一名的排行榜 出現了四塊球寶送 這時候對上阿浪 曾大航是投這個四塊球寶送 今天曾大航也有超出一隻安打 這時候追平分已經來到了一壘 只要一隻安打或是長打 就有機會 輪到打者是維納斯的打擊 今天也有一隻安打的表現 中所還是曾義成 兩個號球沒有壞球 讓維納斯回棒落空 再來一個 維納斯還是沒有回到啊 遭到了三陣 關鍵時刻 曾義成發揮他的K功了 現在就把最後的機會交到陳志偉 今天打擊率是百分之一百 中愛方向的高分球打得蠻扎實的 但是今天楊宗賢 真的是滴水不漏 截圖這一球 最後統一一次對 就以3比1 搶下了勝利 3比1 兩分之差 勝利頭是李偉華 扮演頭是中繼的沈映傑 至於今天擔任MVP 扮演今天擔任先發 就搶下勝投的李偉華 belki如果過去了 請你俊夫 到個多少 貓 那天 速度